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人第一不知也不信 香港的土地供應現時的情況是很嚴峻的事實 過去十年發展了的土地 比起再之前的十年是少了九成的 過去十年是填了很少海 填少了九成又發展少了九成的新發展的地方 自然就沒有地方了 你停了十年其實要追是非常困難的 希望我們吸取教訓 就是要看到土地儲備 未近十年政府自己的預算 需求是48萬個公營和私營的單位 未來需要多少的土地 才能夠不單止去應付到 這48萬的單位 而是長遠來說 才能夠夠用呢 我們當時的想法就是 計算一下計算一下 大約需要 未來三十年 需要九千公頃的土地 大約是三個三年左右 在哪裏找呢 你做麵包店 麵粉也沒有 你說你想買些很貴很貴的麵包 很明顯 沒有地 就什麼都不行 政府想去找地方建樓 變成有所謂的盲腸地 見逢插針 改劃土地 引起居民反彈 然後有城規會過不到 或者吃過了之後 都要被JR 是 的一個這樣的命運 因為其實 現在我們的說法就是 它根本是因為 叫做事急馬行前 沒有地 因為沒有法治 有所謂的 有所謂的 有所謂的